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好大的雨啊 大家好我是杰绍 现在我和表弟在南宁朝阳广场这边 对啊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领那个曼月煤 大家听说过曼月煤吗 是免费领取的哦 是从黑龙江那边跨越4300公里 然后运送到南宁这一边 嗯 我们现在就过去排队吧 其实我们昨天也想过来的 主要是下雨太大 没想到我们今天出来还是下雨 今天雨也是很大 一直下着雨 对啊 你看 刚才我们过来都淋湿了 但是在布莱里边又都没了 就是不是没有 是说一直下雨 对 你不来也是下雨 明天后天都还下雨 对啊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吧 这边就是南宁的朝阳广场 那里是步行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 然后正前方那边就是中山路夜市那里了 现在改造 现在雨太大了 大家看前面那里 今天拍那么长的队伍了 哇 我怎么感觉比昨天还长呢 因为昨天感觉下雨了 今天就多我们就不来 今天你看一下 人也好多 从那边过来 天呐 我以为刚才排到这里而已 原来到这里来看 往后面去还有好多 对啊 我们从这里过去先 那如果我们要排队的话 到底要得排多久哦 多长哦 一个小时都不止哦 到下面去 对啊 我们要不要去前面看一下去 从前面去看一下 是吧 对啊 看看什么情况 大家知道 这一次从海龙江运送了多少 到河那个曼月梅到南丁来的吗 十万河是吗 十万河 然后昨天是第一批 昨天开始发放 免费发放咯 然后后期还会有那个 五常大米 五常大米还在路上还没到 这曼月梅还没到完呢 曼月梅好像也还没到完 没到完呢 到了一批耶 昨天 多多人哦 哇 太长了吧 这里都不知道怎么过去 好不好看 我感觉从外面可能好一点 嗯 这个队伍是怎么样排的呀 我都看不懂了 啊 要身份证的呀 要身份证 要不然的话 以防万里有些人 他领够再去领 重复领是吗 对啊 我拿了身份证来好像 哦 拿了哦 拿了 拿了就行 哦 这个队伍太长了吧 他这个是排了几队呀 嗯 就像尝一尝 这是东北老铁送过来的 浓浓的那一份 沉甸甸甸的情欲吧 对啊 前面有人在直播呢 你说一下从后面往前走 还是前面往后走 好长啊 里面也有 里面也有 这样子啊 说他们越美啊 其实 不只是我们南方人 好多人不懂 包括我们两个也不懂 对啊 很多东北老铁 他们也不知道 也没有吃过 因为产量非常非常的低 哎呀 超多人的 哇天呐 今天这边好像 一共就发五千份 那这样子不够啊 对啊 还有其他的地方有发 对 有多少个点来的 嗯 五六个吧 五六个哦 嗯 但是今天我们偏偏选择了 人最多的一个地方了 你看这里 对 这个地方是最多人的 估计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会有这么多人 因为下雨 我们以为没有那么多人来啊 你看这样子撑了三人 不是还是临湿的 太挤了现在 哇 我看到其实我很想领一份 但是这么多人不知道怎么排了 对啊 两个小时都不止哦 这样子啊 对啊 要不要再会 我们去其他的点看看呢 不过现在下雨 下雨不好走啊 主要是啊 刚才我们过来都淋湿了 那裤子 我的衣服 哎呀 我的裤子都有点湿了 这里就是发放点了 对 这里就是发放点了 我看到好多人在直播 昨天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在直播嘛 然后下很大的雨 然后排很长的就没有过来了 嗯 那里一格一格的 在左边上 就等待 就这里了啊 在这里冷了 但是要排蛮长的队伍啊 一盒八十克 八十克 嗯 嗯 这个蔓越莓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而且它售价不便宜的 一盒八十克 听说在潮汁里面二十块钱以上 最贵的潮汁都卖着六十八一份 是啊 往前面排队哦 往前面排队 排队估计的有几百米哦 几百米长 很大了是吗 这个 你看这里 哇 看着颜色好像很甜 但是是酸的 听说是吗 不知道不怎么长 其实还有忙 哦 你来排队排了多久啊 我排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我们也去后面排一下先 对 好像现在人越来越多 不错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啊 那里正在翻 这有几百米吧 是从这里排吗 不是吧 那边吧 是那边是吗 哦 看来这里还不是其实点 还要往前 对啊 好几百米啊 都把步行街绕了一圈了 那个大哥说 他排了一个多小时 估计我们不止 因为我们现在才来 现在人又更多了 而且雨又更大了 哇 这个队友排到哪去了 现在又拐到步行街里面去了 啊 不会是我们刚才那边吧 不是 不是步行街门口 那里进来就是排队的开始吧 那个地方好像也不是啊 我看它是从那里拐一圈 感觉它绕了几个弯弯呢 就是从那里拐过来再过去可能啊 那也没办法 再过去看一下咯 拐了一大圈就到步行街里面来了 还要往那边去哦 啊 这怎么排啊 这太多人了 这里是排两排 不知道 往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我们现在得看一下去 下雨哦 要成山了 哦 哦 天啊 真的是我以为只是 让了步行街外面一圈 外面一圈里面来有一圈 哦 前两年疫情办法的时候 排队做那个核酸队伍都没这么长 真的 终于到这里了 哦 终于见到尾巴了 而且现在我们排的了 是到步行街的中心点这里了 可是还有人不断的过来排 对啊 就这里了 天啊 终于排上了 绕了一大圈 绕了一大圈 有人来跟着我们后面 对啊 不知道要站到什么时候去啊 谁懂啊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 不就是一份免费的蔓越梅吗 有必要来这里排队领取吗 其实并不是说它有多好吃 或者是它价值有多贵 其实是一份来自东北老铁的那种心意的 对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这之前 我们广西南铃这边 已经用了11车哦 一共有三车那个沙塘菊 还有九车的瓦干 对 一共200吨用到哈尔滨那边去 也是免费发放的 对 这叫做什么 双向喷富 对 所以说他们也尝到了我们这边的 对 沙塘菊和瓦干嘛 对 然后他们也想把他们的卖越梅 让我们尝一下 对 所以我们也想尝一下 对 所以说看一下我们南铃人还是很热情的 大家都过来摆掉哦 下来那么大的雨 这么大的雨 我以为没那么多人 结果还是那么多人哦 对啊 如果是明天后天的话 会不会更加多 明天周末 对啊 周六 都不怎么动 动了一下 现在可以走几步了 可以解放了 可以解放了 不用排了 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吗 排了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 我没有了 别上了 哇 现在大家还有一些人在排着 没有了 因为现在具体到底是到哪个地方 截止没有了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现在换地方去吧 可是他时间表里有些下午的 就达到晚上十点 但是可能很早发芒了就熟了 现在雨又下大了 我们现在聊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是奥特莱斯 不知道这边在哪里排队 衣服 湿了头发也湿了 裤子都湿完了 现在原来是在这里 可是刚刚我们到这里就听到有通知说 放完毕 放完毕 已经放完毕 然后不要再排队了 不会吧 我们大老远就赶到这边来 还是没有排到呀 哎呀 而且又下着雨了 对呀 好多人和我们一样 这里是在喝那个果汁 满月梅汁 满月梅汁 都有排队都有 果汁还有 果汁还有 大家都是很好奇 先尝一口 看看是什么样子 对呀 还能够喝一点 满月梅汁也不错嘛 想尝一下 对呀 这个队伍不是很长 因为刚才很多人都走了 是下午两点开始发的 但是很早就来排队了 哦 我刚才也是说 我就是排那一边的排满了 怪不得我刚刚到 哎 什么听到通知说没有了 每天早点才行 就是每天限量 明天还有明天啊 哦 哦 有两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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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了 他送那么大箱 有怎么大箱 这个 送那么大箱 送那么大箱 送的话就是这样一盒 可以啦 尝一下就可以了 等一下 刚才他过来说了一下 没事的 别搞太久了 是啊 帮我搞一下拿几盒可以不吃 嗯 怎么还多了 怎么还甜 太甜 我现在还不吃 哦 太好吃 没有好多大 我是太好吃 那你就只要炒一口吃 你们加水 谢谢 谢谢 拿来往前走 好 可以了 终于拿到 你看那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对啊 不过 看冷口音很多人发过 它是有点酸的 对 但它这个是有水在里面的 哦 闻的这个香味 好像很香 很像苹果的味 有点像苹果的味道 啊 有点像苹果的味道 哦 怎么没有像他们网上吃的那么夸张的表情 哎 没有那么酸啊 没有那么酸 有点像阳北的感觉呢 对啊 酸酸甜甜 他们是不是 哦也没有啊 他们就是 下了水啊 下了水 哦 加水进去 可能会那个 酸味可能中淡了一点这样子 这种感觉喝着很开胃的感觉 对啊 真的很好喝 感谢东北老铁 对啊 我觉得可以啊 嗯 我感觉今天我们是排不到 对 要明天 我们喝着也很可以了 我觉得明天我要再来找 起的早一点 以后来早一点 但是说实话的话 这个口感的话 没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口感那么好 但是为什么它 就是价值那么高 营养价值高的 就是因为营养价值高 就是说含花青素 非常非常的高 加上物以稀为贵 嗯 然后产量又低 对啊 很多女生看到介绍以后就说 哇 这个原来喝这个 吃这个焖玉米对女生很好 嗯 嗯 没有了 对啊 哈哈 因为它酸酸甜甜的 很适合我们广西口味 真的 对对 现在大家还在那排队品尝这个焖玉米的味道 对啊 其实这件事情是因为十一个小朋友 就是我们广西南宁这边的一个幼儿园 对 三名老师带着十一位小朋友 然后到东北那边去游学 是啊 刚好他们是身上穿着橘色的那个鱼容服 还有蓝色的棉裤 他们出机场的时候被当地机场的工作人员们看到 哇 这是一个小朋友好乖哦 而且他们年纪非常非常的小 对啊 大家知道吗 最小的才三岁 最大的也是六岁而已 他们不哭不闹非常的独立吧 就是可以自理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很乖嘛 排队出机场 还推着那个比自己高的行李箱 这个画面你看起来真的真的非常的自愈 然后他们拍下来发到抖音上面去 就从这里开始慢慢慢慢很多人都关注 主要是说因为他们的穿着嘛 当时就很像我们这边的砂糖菊还有窝感啊 那颜色超级像 所以说大家就这样子刚好又联想起来 然后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故事 因为现在每个省不都是有个泥村吗 我们的房子叫什么 小砂糖菊 原先是叫小土豆 然后因为他们穿的橘色礼服 我们广西又是盛产的砂糖菊 颜色非常的搭 所以就把我们这11位小朋友 现在也把我们广西所有的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 都称为小小砂糖菊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也叫东北老铁 叫做什么洞梨来的 好像是 洞梨的话是他们那边的一个水果 好像是冰冻过才可以吃的 是吗 还是说比较好吃 冰冻过的梨嘛 可能我们也没有吃过 所以大家现在就互相 什么讲呢 互相交流 交流 对 趁这个机会打广告 然后把这个市场 像我们南边的市场 推向北边 北边的市场 旅游市场 推向南边 这样子大家的互动 其实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 南宁这11位砂糖菊小朋友 受到当地他们就是比较照顾 看到他们小 然后到哪里 都他们都帮助他们 帮他们提行李啊 或者是说打不到车啊 有免费的车给他们做 引导他们到哪里到哪里 然后就全网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动嘛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好像是广西和黑龙江在谈恋爱 搞网恋 哈哈哈 然后其他省就在看我们密歪吧 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南宁当地政府的话 就为了感谢哈尔滨那边 然后就好像刚才说了 200吨的砂糖菊 还有那个锅干 嗯 运到那边去给发放给他们吃 他们为了回馈我们 然后也拿了10万盒的那个蔓越莓 免费给我们品尝 过几天还有五长大米 五长大米好像也是10万份 哦 到时候才知道 对啊 很多朋友都说了 拿100个亿来做这个旅游广告 效果都没这么好 说真的 对啊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都叫做双向喷护 现在很多东北老铁也到我们南宁这边来玩 以后我们南方人也很多人都到哈尔滨那里去玩了 不只是哈尔滨还有吉林那边哦 嗯 所以感觉这件事情也是 对啊 蛮挺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 对 对 不过我们今天确实也没有尝到那个蔓越莓 没有尝到那个蔓越莓 对但是还好就是喝这个果汁了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已经可以了 对啊 虽然说刚才挨雨淋了那么多 但是现在为了喝这一杯也挺值得的 这样他们怎么说的呢 就是酸在嘴里 甜在心里 对对对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学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明天我们继续去排队吧 我真的很想尝一下 吃一下到底是怎么味道 咬下去 应该看这个可惜 就这样 可以呀 对